张立财 64岁 离异 月收入4000元 住房面积100平米 从当初的一间小平房 到现如今的二层小楼 一砖一瓦都是张大哥 大拼出来的呀 房子我自己开的 原来是个平房 原来平房 我给他买个平房 平房让我推了盖楼 乍把我开店啊 乍把我给你开店 我给你瞧瞧 这边是牛马花圈 搞一个连 这边就住眼 就是一个统屋屋 啥厨房 啥也没有 楼上楼下这个多少平房 100平房 楼上50平房 那楼上好像挺大的 这比100平楼上的要大 毛铃炒吃了呗 确实是个厨房是吧 就是平房间没用的 那都没去那嘛 夏天用 冬天就不用它 这五条有多少天没收拾 多少天哪 刚才你们看我没时间收拾 你上次收拾啥时候 上次收拾啥时候 那就不知道了 我这随时随地就这个行 就老子正题了就需要女主员了 现在你不需要女主员这么正啊 张大哥说 单身了20多年 身边也总有给自己介绍的 可对方只要是一听到自己开的这个店 就打了退堂鼓 正大岁数呢 调整框框框别太多 太多那范围就小了不是吗 我就想找一个能寸的 能寸 能寸到我这个儿子 啥也不用到我这个儿子 啥也不用管 就只能给我做个饭 打打的屋子 这就是他的活 他乐意玩麻将也可以 这是咋没铁没干啥 但是带我这个儿子 我必须啥呢 生老病死我全管 这个从男人的责任都丢掉 有没有老板都行 老子说张大哥也说的 女人觉得她养的鞋 这句话说的 张大哥的最后一句话 算是直接说到了 家住范加图儿镇 一直在长春打工的 田秀琴 田大姐心里 田大姐今年56岁 丧偶三年 就想炒个有担当和责任心的男人 那性是指定得好的 就是那场的话 早点也得一米七八左右 早点也得高一点吧 喜欢更高的 对 我喜欢胖人 不喜欢瘦人 对 长相早点也得一旁 丑不能碎眼 咱也不是说说图 图为她咋好看 这么大事了 毕竟说是那个 咱也别挑 你讲话 她一个对咱们好就行 应该她指定她得对我好 那你自己国家那个拉 她临走拉了有七五万块钱金 我那咋就不也得还 也得那个挣钱 或者说是那个 她给我出几万块钱 她给我出几万块钱 你有万个你说 我没有劳保 你没有劳保 我没有劳保 完了还得找一个 能帮你还五万块钱债的人 对 大姐那可不好找啊 那除非是你这样 不是 除非我自己跟她处 长得高 对媳妇好 田大姐的这些择偶标准 张大哥都符合 可是这最后一条 替前夫还债的要求啊 就不知道咱张大哥会不会同意了 在去往酒台和张大哥见面的路上啊 田大姐也说出了 自己这么多年 一个人养家的不容易 你家几个三个孩子 我家三个孩子 完了家你老公 全都是你自己 全是我自己 那你干啥呀 都干过啥呀 上班 上班 我在单位 就是个汽车批件 我那个上班 上了五年班 因为这些年 都我在养着支撑这个家 有说没有我的话 也许他都活不到现在 就活不到说 他五十六岁走 其实我一想吧 我就表演 他说的那个琴娜 我说你我要走 你去找我 他说什么 田大姐说 前夫在世时 一直觉得亏欠他太多了 所以希望田大姐能吵到一个 让他好好想想福的男人 托付后半生 看见大哥了吗 看见了 哪样感觉这大哥 我没看清楚 个儿都行 个儿挺好啊 来 我先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把这田秀琪 他自己介绍一下 叫啥名 我叫张丽财 对 张丽财 好看 好看 美女 他吧不像说是有的人吧 说是丑一眼不行 还没解出来不行 他觉得还挺好 还挺有派的 还挺有派的 太群有派了 对不对 哎 那个我这是 得说主随客变 我这一天早上 吃吃饭 你先吃点饭就 走走走 因为你就现在觉得他那些直腾直热的 嗯 直腾直热的 对 嗯 两人一见面啊 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张大哥一米八的身高 还有那份体贴细心 都让田娜姐十分满意 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简历吧 嗯 嗯 我 从八岁一直念到十九岁书 念了十一年书的 高中毕业 毕业 毕丸业直接就没回农村 直接就跟村上当主因了 当了十多年主人 当主因那些 我记得是八几年就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我就不打 不当个长屯 回那路 做了七年买的 就是我跟前妻离婚 离婚 张大哥倒是实惠 上来就主动把自己的个人经历 和婚姻情况 跟田大姐交代得清清楚楚 可是田大姐这边听完啊 心里却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我就怕你 你真正确实是 是你们离婚了 离婚了这么多年了 万一有一天 前妻回来了 你说 那我就不算她了 什么都不是了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了 因为咱们就像 你问我答应吧 我老计是 我也是要面的人 也是格外 也是我五七尺的男子汉 所以他超出底线了 所以我才这儿给他理会 这个店以前我老儿子开一段 就分给我那儿了 这是开的什么店 或者是 花群店 这直就这样吧 咱就不隐瞒 不不隐瞒 这个没啥没啥 因为我这个人吧 告诉你 我也不隐瞒也不长 就是你能接受这个 咱们说句不客气话 能接受这个 那咱们就干啥 张大哥说 其实他早就习惯了女人们 听到他开的这个花圈店以后的反应 只是没想到 田娜姐的反应竟然这么大 田娜姐说出了自己心里真正惧怕的原因 本来自己就对花圈受益啥的有忌讳 再加上经历过给前夫办后事 所以他现在只要一看到那些东西 心里就会有阴影 有啥想念的 我都摆了22年了 22年了我开这个店 要是没有这么高的利益 我干啥不行 我捣了买卖干啥都行 因为我做了很多买卖 你说粮啊 鱼啊 还是干鲜的 蔬菜啊 还是瓜果的 我捣了很多买卖 哪个也没有这个买卖 比较经济识识 另外来讲呢 我这个年龄 我因为干电话挺好的 也不风吹 也不日赛 而且呢 我老实说 我说一对识的话 进入小楼也得给我钱 创门的很少 你说说吧 从过年到现在 过年到现在我管先生活 也就挣了一万块钱 关于应可 这个是你自己考虑的问题 田娜姐说 自己也懂得人无完人的道理 找对象啊 就更不可能要求十全十美了 看看眼前高大实在 体贴能挣钱的张大哥 再想想自己前半生 受的苦 挨得累 田娜姐有点犹豫了 从你来没那么好当 你们俩能今天能做到这一块 我跟你俩撮合 我也不给你撮合别的大姐呢 我也不给你介绍别的大哥呢 一定是你想找的 则我条件里面 大哥满足大部分 你想找的则我条件里面 大姐也满足 但是呢满足的是大部分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 是彼此觉得 还接受不了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呢 见面 万一 聊聊 觉得大姐虽然说 觉得接受不了这个行业 但是呢 一看上大哥这个人 挺满意的 再一看哪一看 大哥真实在 确实是呢 能实心实心对我好 能让我觉得后半生 就比如说 一失忧忧啊 能有一个折腾之后的人 其实我爱打麻将嘛 也不就是打那个大麻将 其实我爱打小麻将 就是你我个家有 你有闲逸时间 你个家也没啥事啊 你不得看这事你就玩是不是 这家有好几个麻将馆 就是你玩呗 这都可以 那没事 回答正确 轻轻满意 谁到这家的都是 所谓到这家是相辅的 谁到这家给你当奴才了 你眼睛都有自己 自己自助 所以来讲呢 人吧 得换位思考 理解理解对方 对方理解你 张大哥的几番回答 真是句句都说到了 田大姐的心坎里 田大姐脸上的笑容 也渐渐的多了起来 两个人说话间啊 菜也上桌了 你也吃啥啊 来吧 我自己家 我给你这个鱼翼干啥了 你更来来来吧 我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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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自己家 我自己家 我自己家行 自己家 为了没有我家的好 眼睛增亮点 找一真正好男人 想自己也比较好 对 我得跟你说一下 我这只手吧 有点那什么有点惨疑 有点不少好使用 因为我这个手是在汽车配件时吧 压着砸点 砸点 砸点用这只手吧 不会动 只能这四只会动 那这不是不影响她的吗 是不是 这影响我使快乐 那你就学的时候使啥了 其实都是使快乐 但是就是 我得跟你说一声 时间可能会慢一点 对 我听我她加不住她 来来来 没事 大哥 不止不止 不是问题 是不是 你看 没事 我得先告诉你一声 您找我小习岁 而且呢 这个 咱们主要个就是啥呢 找我大几岁也行 咱们就要有意见 最近十一过日子 别管是女人爱打扮也好 喜欢打麻将也好 甚至是田大姐的手指略有残疾 在张大哥看来啊 这些通通都不是事 她现在一心只求一个 能和她过安稳日子的好女人 那么之前还一直在犹豫中的田大姐 现在是咋想的呢 听她说 说是同意你打麻将 其实你 我心里都很熟 其实她就这么一熟 我心里其实挺熟 其实她说的是 对她媳妇也不错 其实真正我要到她这块 其实她也对我也得不错 我心里我都没谈上 那么好个男人呢 其实也许这次 你真被这遇到了 那现在就是 你看刚开始 可能觉得说的 一见颠地眼 我觉得大哥演员 身高还挺满意的 然后一进那厅行业 心里在铺灯里下的 然后后来呢继续了解 觉得大哥能疼媳妇 是人实在幽默 对你好多么 现在是不是心里头 没有之前那么 对没有 没有之前的那个感觉 没有之前的感觉 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点感觉 还是有一点那 有一点点的 那个小坦克是不是 对啊 这么的一会儿呢 大哥店就在前面 咱们去店里头 咱去看看 看看店 我还行呢 我到屋说上啥样 看看店看看家 万一要是真的不害怕 对啊 我觉得这关咱就过去了 能懂不 行懂 那就咱就回去看看 毕竟张大哥现在做的这个行业 始终还是田大姐的一块心结 为了彻底解开这个心结 我们陪着田大姐一起来到了张大哥的家里 这个店就是文片 看看那字 这个楼 看见了这字 看见了 这个楼就是 还卖的糕药 对 我不跟你说吗 对 大哥还有一点 你别看他光光这个 他什么糕药啊 什么酒啊什么的 只要挣钱的 他不光扣这个 这没人 这一个单身男人 你别笑就行 反正奶嘎的 我就是 就想说一个 当宝洁一完 你给我宝洁宝洁 可以说话 开会说话 这是 不是 这是 本来以为要先到家里了是吗 哪哪哪哪 他没长得饮料啥的 哪哪 我一行接着都来五个人 会不会算 小时候大家都小事 一收拾不就好了 我那个我都没行子 没行子 说是埋不埋他 其实我在饭店 我就接受他呢 这个哪里了 其实张大哥在刚开始的时候 先是邀田娜姐去吃饭 而没有直接把他带回店里 自己是有私心的 他很自信通过自己个人魅力 能打动田娜姐 消除他心里的恐惧 果然事情的结果 正如张大哥预料的那样 有了之前的铺垫和了解 田娜姐真的迈过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就这个女的她不是也跟你一个说 她对象招我大三岁 对象修理能机那个就这老头 已经过了十多年了 就这穿白鞋子 她跟她一个说 书龙的 冬天她老头修能机 那就邀书必定都她给她 我只说一羡慕 我就想效仿她让人婚姻 其实是想她 你俩花得她直疼直润的 你俩花也能对我好的 我也可以陪你 就是这样 既然我要是喜欢 那我可以陪你 因为我要去睡觉 就是你占大干活 我不可能啊 那是 那刚才就是吃饭当中 她说了嘛 她说我好打麻将 我暧昧 这个无所谓 而且她给手伸出来了 也是无所谓 我 我 我就是 我就是 昨天我就说了 我就说只要我看你一起 我刚才为啥 家瑜眼睛 我说你给眼睛正亮 嗯 瞅好人 哎 这个是最主要的关键 我知道我懂 最主要的关键 你这一到瓦年了 年轻先 咱就说你跟你那个 丈夫说你们五星相科 你俩没得走到白色到老 那前半生 你也可能说到处奔波 不管打工也好 干任何工作都是奔波 没想上啥子 后半生找一个老头 找一个爱你的 你爱他的 有责任心的 能够对你全面负责任的 能够惯你宠你的 这么一个男人 我也就真想 能够惯你宠你的 这么一个男人 是 但是怎么能惯 怎么能宠你 你得银心换银心 四两换半斤 你一个对吧 真踏实了 可以了 那你 我告诉你 我也挺能宠你的 你要让我放心干啥 我挣多少钱 你在这个范围之内你花 无所谓 两个人自从见面后 相亲的重点 就一直都在田大姐 能不能接受张大哥上面 经过洪娘的提醒 田大姐才想起来 自己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没有跟张大哥说 我前夫那什么 就是住宴 住宴 住宴你 其实你那时候是 拉了十多万块钱 几乎去 后来这些 有一点一点都花了 我家儿子也帮我 剩下还剩五万多点 然后我说 那啥 我妈就自己花了 洪娘注意到 田大姐在介绍自己 外债情况的时候 张大哥脸上的表情 先是从惊讶 到后期的很是复杂 田大姐刚刚放下的心 瞬间又悬了起来 为了不让两个人尴尬 也是给张大哥 多一些考虑的时间 我们把张大哥 叫到了一边 张大哥说 他这辈子 就没把钱看得太重 他始终觉得 只要夫妻同心 即使一拼如洗 也能东山再起 刚才那个洪娘也跟我俩 闹了这个事情 那个那么的 这个处子看 关于多少呢 往来商量着来 这玩意也不是说 是那么绝对的 对不对 我要成了你丈夫呢 我也不能说 我就是脱离这个责任 能不能理解我这话吗 对 谢谢 触子看 好不好 我也是这样 也别说多一少 我知道 大哥 那我的意思就是啥 就是咱们没有说 就因为一听说 大姐那边还有外债 就是觉得说 哎呀那不行 负担太重了 我就不 那你说 那因为就那俩钱 钱是银正的 钱是死银是活的 那你说咱俩都别 都挺好的 就用这俩钱 我就嘎嘎 不出了嘛 不可能 那大哥这个回答 怎么满意 满意 确实搞 确实搞 张大哥用刺激的实在和诚意 打消掉了田大姐心里的恐惧 田大姐最在意的外债问题呢 张大哥也给出了满意的回答 之前屋里一度紧张的气氛呀 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 满意 其实呢 他个头我也想懂 其实 长相又不错 其实气质也挺好 其实哪样都不错 这个互相之间 要是感情之间 又达到一天 我说你有可能不信 别看姥姥 别看姥姥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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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后加个微信 互相之间再进一步聊聊 你加我的号了 我的号就是我微信 我也不知道 139 人生无梦 对 我为啥取这个网名呢 其实呢 我想的都是在做梦 所以就叫这个名 你都想过 网名 你跟我说 我呀 我那时候想的 就想的 你看眼睛 眼睛的女的 找那么好的男人 其实我呀 我说我天天这座梦 我也找不着了 不可能 所以就叫个人生如梦 那万一有这一天 这个梦成真的呢 也许呀 譬如说是梦想成真的 你看你今天遇到这个大哥 我觉得也许你记得梦 可能在这个时候 有一天真就成真的 对 那真的 但是 ��